大家好,这里是历史万花镜。 清朝乾隆末期,和珅日益得到乾隆帝的宠幸,全是滔天,朝臣们大多与之亲善。 纵有刘雍,王杰等人不与和珅同流合污,但也不敢正面得罪和珅。 朝堂之上,只有一人敢与和珅印钢,此人便是阿贵。 清史稿,阿贵传记载,阿贵不与和珅同职卢,朝夕入职,避离隶数十五。 和珅就与语,漫印之,终不移一步。 这里的五,在古代是长渡单位,只半步的意思。 这段话的意思是,同为大学士,军机大臣,阿贵从来不与和珅在同一个房间值班。 上朝的时候,阿贵与和珅至少保持五不远。 即使和珅有事与阿贵商量,阿贵也只是远远地应答,从不屑靠近他。 再加上阿贵领军多年,沉默寡言,那种疏离的气势让和珅后怕。 乾隆虽然偏袒和珅,但也不为难阿贵。 历史上的阿贵,是清朝难得的将才,更是乾隆皇帝的辅将。 他为官六十年,活了八十一岁,收复了清朝近五分之一的疆土。 为后世奠定了疆域基础,称得上是一时人节。 本集将通过正史和野史的相互穿插结合,为大家展现清朝巨部阿贵、波澜壮阔的一生。 一,少年历大志,青年屡受挫。 青史稿,卷318记载。 阿贵,自广亭,张家世。 初为满洲正兰奇人,以阿贵平,回不住伊犁治世有劳,改立正白奇。 赴大学是阿克敦,自有传。 张家阿贵,自广亭,浩云岩。 阿贵的父亲,是乾隆时期的刑部尚书阿克敦。 阿克敦本属于正兰奇。 后来因为阿贵立有军功。 他们家族被财乾隆帝台为正白奇。 阿贵生于康熙56年。 公元1717年,他少年聪颖,六岁便能谈论史事。 阿贵作为清朝这名的大将军。 他的相貌并没有多么威猛。 阿贵同时期的清朝学者,钱永曾见过阿贵。 他描述,阿贵身材短小, 看似若不胜一,并无龙危艳悍之相也。 可见,阿贵身材并不高大。 然而,身材不代表志向。 阿贵从小有大志, 他最大的梦想是通过科举走入仕途。 18岁那年,他终于考中秀才, 但未能考中举人。 父亲阿克敦并不失望。 因为那个时候,满洲人能考中秀才已经不错了。 当年,阿克敦通过恩应的方式, 为阿贵求了一个大理四成的官职,正六品。 但阿贵并不甘心。 他连考了两次,终于考中举人。 次年,阿贵参加会士,名落孙山。 不过,阿贵已经是举人, 其父又是当朝尚书。 这在当时的满洲子弟中, 已经算是顶尖青年了。 因此两年后, 乾隆直接受阿贵为户部郎中, 军机张金, 正五品。 这一年, 阿贵二十六岁, 正是春风得意的时候。 只是阿贵没想到, 在官场上, 等待他的, 却是接二连三的挫折。 乾隆十一年, 户部库吟被弃案爆发。 阿贵作为户部郎中。 有失察之罪, 好在其父阿克敦出面斡旋, 阿贵没有被下于问罪, 只是被降为吏不原外郎, 从六品。 两年后, 第一次大小金川叛乱, 川山总督张广四因平叛不利被罢免。 乾隆派亲信的亲钱去带兵, 结果那清未战, 让乾隆颜面尽失。 后来, 张广四和那清皆被问罪处死。 不巧的是, 阿贵作为军机张晶和张广四, 那清都有接触。 因此, 被御史弹劾勾结张广四, 蒙蔽那清, 要诛杀阿贵。 当时阿克敦已经年迈, 亲自上殿为儿子求情, 乾隆这才格外开恩, 将阿贵免官回家。 第一次大小金川叛乱, 后来被复衡和月中旗平定。 阿贵作为优秀的满洲贵族子弟, 很快又被乾隆响起, 重新启用, 且逐步高升。 只用五年的时间, 他便升任内阁学士, 监理部侍郎, 正二品。 父母给的是背景, 自己打的才是靠山。 年轻时的阿贵, 之所以会平步青云, 得益于他的身世和背景。 而历史上的阿贵, 之所以会家喻户晓, 是靠他自己真刀真枪拼出来的功绩。 二, 壮士入战场, 将军立功勋。 乾隆二十年, 准嘎尔发生内乱, 乾隆皇帝看准了机会, 决定出兵剿灭准嘎尔, 以完成康熙, 雍正两代帝王都未完成的壮举。 当时, 清军派班帝和永长芬两路大军分机准嘎尔, 阿贵也被派往西北。 他的任务是带兵驻扎在喀尔喀草原的乌里亚苏台, 作为清廷往前线传递公文和运送粮草的中转站。 虽然阿贵麾下的兵马不多, 但他所在的岗位非常重要。 有一次, 叛军的一个残部逃到他的营地附近, 阿贵手上的兵力不足, 他虚张声势, 最终把敌人追赶到清朝主力附近, 一举将其歼灭。 准嘎尔之战在三年内打了两次。 两次准嘎尔之战, 阿贵都参与其中, 战后论功行赏。 阿贵被升任禁边副将军等职。 这是阿贵第一次近距离接触战争, 再加上他办事勤勉子戏, 他在来往的公文上学习到了很多军事知识, 这为他以后领兵打仗埋下伏笔。 在清朝结束准嘎尔之战后, 新疆的祸鸡战兄弟发动叛乱, 史称大小合着叛乱。 乾隆帝开始对新疆用兵。 这一次, 阿贵冲到了第一线。 在富货斯库鲁克的路上, 阿贵碰到了正在败退的敌军主力, 双方很快进入胶着状态。 阿贵为了鼓舞士气, 一马当先, 直冲敌军率仗, 士气大振, 众将士紧跟阿贵, 最终大胜。 需要说明的是, 在平丁大小和卓之战中, 出力最多的将领是名将赵慧。 阿贵只是参与了局部战斗, 但他的勇猛已经给出征的将士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阿贵在新疆打仗时便发现, 在当地驻军消耗极大, 他向乾隆帝建议实行屯田, 让军队自给自足。 乾隆帝接到阿贵的奏折, 欣然批准。 阿贵此举, 为清廷稳固对新疆的统治, 做出卓越的贡献。 从乾隆二十六年到二十八年, 阿贵在毅历经营了两年的屯田制度, 成果灼然。 屯田制度对清朝稳定新疆的统治意义重大, 对后世的影响也非常深远。 所以说, 阿贵不仅上马能打仗, 下马也颇有智力之能。 乾隆二十六年, 阿贵还在屹立未归, 乾隆就给他加官敬绝, 他被任命为内大臣, 公布尚书和湘兰旗督统。 两年后, 阿贵回京, 成为军机大臣, 晋升太子太保。 同年, 乾隆认为阿贵在军营数位出力, 在新疆办事一声妥协, 因此给阿贵家族抬旗, 张家一族正式进入正白旗。 乾隆二十九年, 新疆天山南路发生叛乱, 乾隆派傅察, 明瑞, 傅察皇后之职, 出兵镇压, 考虑到阿贵对新疆比较熟悉, 因此派阿贵同往。 阿贵和明瑞共同指挥清军, 围困叛军五个月, 最终攻破敌城。 事后, 明瑞回京述职, 阿贵则留在新疆。 他在天山脚下墾田建成, 为当地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也因为如此, 到了乾隆三十二年, 阿贵被封为伊犁将军, 成为了封疆大吏。 在阿贵的人生中, 对他影响最大的一次战争, 莫过于接下来的清冕战争。 清朝乾隆三十年, 缅甸共榜王朝, 侵略中国云南普尔地区, 继而引发清冕战争。 乾隆用三年的时间, 先后派刘早, 杨英居, 傅察, 明瑞, 三任云贵总督征免, 结果都吃了败仗。 由于傅察, 明瑞, 是傅衡的亲侄子, 为了大清安定, 更为了家族荣誉, 傅衡主动请战。 于是, 乾隆派傅衡为统帅, 阿贵, 阿里滚为副将, 率军四万南征缅甸。 纵然傅衡为清代名将, 但这场战争打得却异常惨烈。 缅甸丛林密布, 燕仗丛生, 军中瘟疫大盛。 战士们为了取胜, 不得不带病厮杀, 看到将士们一个个倒下, 阿贵终于领略到, 战争和死神之间的距离, 到底有多近。 到了乾隆三十四年, 傅衡身中仗气, 但他在病中, 指挥阿贵, 阿里滚等, 将领分三路合击免军。 阿贵负责用战船, 从水路指导老关屯, 清军最终占据优势, 免军投降。 战后, 傅衡病逝, 年仅四十八岁, 身为副将的阿贵带兵回朝。 小编认为, 清朝乾隆年间名将如云, 但处于第一梯队的只有两个人, 一个是傅衡, 另一个是阿贵。 当然, 岳中旗、 赵慧、 海兰察、 班帝、 福康安等人也不可小觑, 但仍要比傅衡和阿贵低一个量级。 而且, 傅衡和阿贵之间有着非常明显的传帮带关系。 若傅衡不早逝, 阿贵也许能成为赵慧那样的名将, 但绝没有机会创造后期的更大成就。 3. 巨博守江土, 老帅带新兵。 尚文提到, 阿贵参与了两次准嘎尔之战, 大小合卓之战, 平定天山叛乱以及清免战争。 但是, 这些战争阿贵都是参与者, 而不是第一负责人。 在傅衡去世之后, 阿贵开始在军事上开辟属于他自己的天地。 而他担任主帅打的第一仗, 便是第二次大小金川之战。 尚文提到, 乾隆十四年, 第一次大小金川之战被复衡和月中旗平定。 在沉寂二十二年后, 大小金川再次叛乱, 四川提督董天璧作战不利。 最终, 乾隆下旨, 清军兵分两路, 阿贵带兵进攻西路, 新任四川总督伊尔根觉罗桂林进攻南路。 结果阿贵带领的西路军势如破竹, 而南路军却屡屡失利。 乾隆最终让阿贵, 兼任两军统帅, 任定西将军, 统筹进军方略。 大小金川之战, 之所以难以平定。 根本原因在于, 敌军占据地力优势, 阿贵冷静分析局势, 先是利用大悟天气进攻, 再用火器引远距离攻杀, 时而退兵诱敌, 时而派兵骑袭, 清军虽然也偶尔吃败仗, 但绝大部分都处于优势。 阿贵在军中谋多而镇定, 颇具大奖之风。 清史稿记载了, 阿贵在平定第二次 大小金川之乱时的一件事。 一日日欲目, 率十数旗, 升高富掺贼债。 贼望见, 广其数百还赴赏。 阿贵令从其接下马, 解依列玄临目, 乃令上马徐下赴。 贼破腹, 从落日中赌旗帜, 以我施众, 方浅其出征, 阿贵以还军乙。 意思是说, 一日傍晚, 阿贵为了探明敌情, 亲自带领十多名骑兵登上山头, 观察敌军阵地, 不要被百名叛军包围。 敌众我寡, 情况非常危急, 阿贵却非常镇定。 他指挥身后的骑兵们, 撕碎自己的战袍, 把战袍挂在树枝上, 然后离开山头。 在夕阳的余晖下, 叛军看到山上有很多清军的旗帜, 以为清军人数众多, 于是不敢攻上来。 等叛军探明真相, 阿贵早就回到军营了。 还有一日晚上, 清军在一个山谷里驻扎, 阿贵却突然下令大军迁徙营帐。 因为天色太晚, 将士们多有抱怨。 阿贵择下了死命令, 待到深夜之后, 突然下起大雨, 山谷积水一丈多深。 众人佩服之余, 都认为阿贵有未不先知之术。 谁知阿贵却说, 我有何艺术? 特见群蚁一学, 致地热将鱼饵。 意思是, 我也不会什么艺术。 我只是看到很多蚂蚁搬家, 知道要下雨了而已。 第二次大小金川之战, 持续了两年。 两年后, 随着清军屡战屡胜, 叛军终于投降。 此战的胜利, 让阿贵的地位, 得到了极大的提升。 乾隆不仅亲自到郊外迎接阿贵, 还封阿贵为一等英勇工, 升他为协办大学士, 礼部尚书, 军机处行走等职。 乾隆四十二年, 阿贵升任五英殿大学士。 两年后, 乾隆又提拔阿贵, 担任领班军机大臣, 由于清朝没有宰相制度。 而内阁大学士兼军机大臣, 被后世默认为宰相。 如此一来, 阿贵做到了出将入相。 这一年, 他六十三岁。 这期间, 阿贵又出征, 平定了两起叛乱。 乾隆四十六年, 甘肃回民马明星, 带领教众发动起义。 甘肃总督勒尔锦镇压失败, 兰州危机。 乾隆得到消息, 急调金师瑞剑营和火器营前往甘肃。 随后命阿贵与和珅前往都师。 由于当时阿贵在江南督办和宫, 和珅便先行一步, 到达军中。 在和珅的指挥下, 清军丝毫没有优势, 最后将士们一听闻是和珅的命令, 反而开始讥讽。 好在阿贵及时赶到甘肃, 清军反败为胜。 清史稿记载, 和珅往都站失利。 贼聚龙虎, 华陵珠山, 道显爱。 阿贵至, 设为崛起水道, 进攻之, 贼大溃。 阿贵的到来, 让和珅认识到什么是军事将领。 后来乾隆干脆下指命和珅回京。 和珅当时刚担任户部左侍郎, 军机大臣, 很想在军中做出一番贡献。 不料功劳全被阿贵抢走, 从此恨上阿贵。 三年后, 甘肃再起叛乱, 阿贵奉命带领福康安。 海澜茶前往甘肃, 用断绝水源的老办法, 再次平定叛乱。 在这场战争中, 阿贵展现了他老道的军事手段, 让福康安和海澜茶叹服不已。 直到几年后, 有人在海澜茶面前拍马屁, 夸海澜茶是当朝第一名将。 海澜茶说道, 近日大臣中之兵者, 为阿公一人而已, 某安敢不为其下。 这段话出自孝亭杂录, 海澜茶的意思是说, 当朝大臣中, 只有阿贵堪称名将, 我怎敢不拒他之下。 乾隆五十二年, 台湾高山族布满蜻蜓的压迫, 发生了这名的林爽文起义事件。 此时阿贵已经七世高龄, 不宜出征。 乾隆派福康安待兵赴台, 临行前, 福康安特地请教阿贵, 阿贵则悉数较之。 福康安在清朝地位颇高, 被追封为异性王。 但只要遇到阿贵, 他都不敢有半分轻慢。 当年, 傅恒对阿贵有传帮代之效。 而今, 阿贵又毫不吝啬地指导傅恒之子, 正好一个轮回。 乾隆五十六年, 尼泊尔沙阿王朝入侵中国西藏。 乾隆派福康安领兵御敌, 阿贵主持军机事务, 史称第二次库尔喀之战。 为了支持福康安, 74岁的阿贵连续数日睡在职房, 凡有军务, 立即处理, 没有半颗拖延。 虽然第二次库尔喀之战主要是福康安之功, 但阿贵坐镇中枢之功不可忽略。 4. 祝时宝晚节, 功劳名后世。 由于阿贵在军事上太过出彩, 很多人容易忽略他的政治成就。 例如, 在乾隆四十二年到五十四年间, 阿贵虽然身为领班军机大臣, 但他大多数时间都在担任乾隆的救火队长, 在京城的时间很少。 乾隆四十四年, 黄河绝口, 河南受灾严重, 阿贵一方面救济百姓, 另一方面疏通黄河下游淤泥。 事后, 他认真考察, 修建了顺黄坝。 半年之后, 他又到江浙治水。 在青史岛中, 记录了阿贵多达十次的治水记录。 他每到一处, 都尽心尽力为当地克服水灾困难, 减少损失, 可谓未民谋福。 除了治水, 阿贵在刑案上也颇有贡献。 阿贵从小对贪官污吏深恶痛绝, 长大更是励志做清官。 乾隆四十六年, 甘肃冒震案爆发。 阿贵奉命前往调查, 他铁面无私, 揪出大贪官甘肃巡抚王淡旺。 第二年, 阿贵又查出了浙江巡抚陈辉祖。 连续铲除两个封疆大吏, 百姓皆称, 阿贵乃当是包公。 续资质通鉴中有一句话, 文官不爱钱, 武官不惜死, 则天下太平。 阿贵便是那种既不怕死, 又不爱财的朝廷住食。 清代明元一世记载, 阿贵晚年生育日龙, 乾隆想让阿贵来主持科举会试。 这要是换作旁人, 必然开心鼓舞, 因为一旦成功主持科举, 心科竟是皆是你的门生。 但阿贵却拒绝了。 他说, 陈飞竟是出身, 不予文衡, 宪皇帝曾有指, 不敢自臣破例。 雍正皇帝曾有指, 飞竟是, 不得主持科举。 阿贵的意思是, 我只是个举人, 并不是竟是出身, 不敢破例。 阿贵虽然不主持科举, 但他在推荐人才方面, 从不吝啬, 轻时搞云。 阿贵吕将大军, 知人善认识。 诸将有战绩, 讲以术语, 获赖九识, 其人者感激笑死终其身。 意思是, 阿贵知人善用, 但平时沉默寡言, 将士们有战绩。 他或者用几句话夸奖, 或者赏赐一些九识, 大家都感激涕零, 愿意为他赴死。 清朝中期将领, 新葵, 王昌, 韩风, 张百灵, 马拉特, 松云, 和朱尔庚俄等人, 都是阿贵提拔上来的。 这些人后来大多都成了将才。 李济, 大传云, 三约举贤, 四约使能。 能举贤者, 首先自己必定是贤者。 嘉庆元年, 乾隆帝退居太上皇, 嘉庆帝于衍登基。 同年, 嘉庆举办千首宴, 邀请八十岁的阿贵出席, 并未领班第一人。 八月, 阿贵八十岁生辰, 乾隆, 嘉庆两位帝王为阿贵赐贬。 阿贵趁此机会, 以耳隆为由, 辞去了兵部尚书职位。 十一月, 阿贵正式上奏, 请求告老退休。 嘉庆二年, 公元一七九七年, 八月二十三日, 阿贵在过完自己八十一岁生日后的第二十天, 刻然尝试, 嘉庆帝清零其丧礼, 刺激藏, 嗜好文成, 并将阿贵辱四贤良辞。 阿贵, 这位为清朝奋斗一生的西式名将, 寿终正寝。 北宋文学家欧阳修, 在新唐书《郭子怡传》中, 曾评价郭子怡。 富贵受考, 埃荣忠实, 人臣之道无缺焉。 意思是, 古代臣子生前富贵高寿, 死后寿终正寝, 这样就没有缺憾了。 这样的结局, 对于阿贵来说, 算是完美的。 阿贵二十岁进入官场, 三十八岁带兵, 八十岁辞官, 八十一岁去世。 他为官六十年, 带兵四十二年, 他主导的战争, 没有败尽。 乾隆帝自许实权武功, 所谓实权, 指得平准嘎尔二, 定回不一, 打金川为二, 进台湾为一, 将缅甸, 安南各一, 受库尔喀将二, 和为十。 而这些战争中, 阿贵参加了两次准嘎尔之战, 大小合卓之战, 清免战争, 和第二次大小金川之战, 这五大奇功, 皆由阿贵参与。 另外, 平定台湾林爽文, 第二次库尔喀之议也有阿贵剧中调度。 也就是说, 乾隆所谓的实权武功中, 有一半以上都有阿贵的身影。 再加上阿贵两次平定甘肃叛乱, 一次平天山叛乱, 修水利, 赈灾民, 承贪官, 吻中书, 阿贵之功, 实乃至尾。 后人统计, 阿贵为官六十年, 打了二十一场大仗, 他在为清朝收复或平定蒙古、 新疆、 西藏、 四川、 云南、 丹肃等地区的疆土面积累计总和, 占清朝总面积的五分之一还要多。 所以, 清史稿评价阿贵。 乾隆间, 国君履出, 雄皮之事, 因事而有功。 然开成不公, 谋定而厚动, 赴世民私命之众, 故无辱阿贵者。 还领书密, 决一定计, 瞻言百里, 非同时诸大臣所能及。 意思是, 乾隆年间, 战争停发, 因此拥有战功的将领很多。 但若论军事能力, 没有超过阿贵者。 阿贵, 在今主持政务时, 决策定计, 高瞻远瞩, 也远超同时代的其他大臣。 小编认为, 清朝是历史的一部分, 清朝的将领, 更是不可或缺的历史人物。 阿贵作为清代名臣, 他也为后世版图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他拥有卓越的能力, 优秀的品格, 这样的历史人物, 是历史上的明珠, 熠熠生辉。 好了, 本期节目就和大家分享到这了。 感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次再会。